大家好,今天分享的文章是 人生再艰难都要熬住,相信自己不会一直苦下去 人生在世,有苦也有甜 巴尔扎克说过 人生是各种不同的变故,循环不已的痛苦和欢乐组成的 那种永远不变的蓝天只存在于心灵中间 向现实的人生去要求,未免是奢望 身边总有很多人抱怨自己的不幸,抱怨命运的不公 可实际上,生活并不是那么黑暗 熬过苦难的一面便是甜,便是成功的喜悦 人生再苦再艰难,请别放弃 老天不会一直让你苦下去 人生再苦都要坚持 人从无忧无虑的童年到一起风发的青年 还没有感受到生活的严厉和现实 总觉得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闯出一片天地 成年之后,在职场上被上司和同事两面夹击 在家庭矛盾中左翼为难 在复杂的情感中不知如何取舍 都成了困扰自己的苦楚 生活从来不是那么容易的 就算自己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也可能抵挡不住生活中的意外的安排 当自己一蹶不振的时候 生活不会仁慈地停下来等待 它只会不断流逝 如若总是不断地抱怨 只会让自己更加绝望 不如选择拥抱生活 接受所有的不完美和残酷 坚持到底 别放弃 坚持下去 苦会变成甜 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 只有毅力才会使我们成功 而毅力的来源又在于毫不动摇 面对挫折 我们不应该轻言放弃 应该不断地努力坚持 相信美好的生活总会朝你走来 人生再艰难要熬住 生活是一条危险的荆棘之路 可放弃不会是我们的最终归宿 越是在艰险的环境中 越能够激发自己的潜能 西汉时期的司马迁 因替一位将军辩护得罪了汉武帝 本可以享受天伦之乐的他 却入狱受了酷刑 他多次想聊此残生 可他最终还是选择了活下来 他在狱中花费13年的时间 奋发图强 写出了辉煌的巨著史记 赢得了世界的瞩目 人生中艰险难走的路 往往都是上坡路 即便是生活给了你重重一击 你也不要选择就此倒下 再苦再痛都是人生的阅历 都是自己通往成功的路径 假如你的生活没有幸福与快乐 那你就应该自己去创造 而不是选择碌碌无为 当你拨开那层云雾 你就会看到生活最美的模样 熬过去便是黎明 美国的海伦凯勒在出生后第19个月 因患急性被冲血脑冲血而被夺去视力和听力 还没来得及好好感受这个世界的他 被宣告再无缘去感受这个有生世界 在所有人都为之惋惜的时候 海伦凯勒却给了自己巨大的希望 他没有选择放弃这个世界 而是开始学习认字 用自己的手指去感触这个世界 并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本书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身残之间的他敢于向命运说不 而鲜活的我们谈何困难 贝多芬说过 捐滴汁水终可以磨损大石 不是因为他力量强大 而是由于昼夜不舍的敌坠 面对这个美好的世界 我们没有理由说放弃 只要我们学会坚持 熬过最艰难的那段时间 必定能够看到世界的美好 即使世界放弃了自己 给予了从未有过的巨大打击 我们也不能就此放弃自己 更应该以勇者的姿态战胜它 度过最黑的黑夜 便是黎明的曙光 当你勇敢地坚持下去 你会发现 生活其实在前方 给了你很大的希望 只是你忽略了它的身影 人生再苦再艰难 请别放弃 康德说过 既然我已经踏上这条道路 那么任何东西都不应妨碍我 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生活有苦也有甜 我们不该因这一点苦头 就忘记生活的甜蜜 遇到挫折 要学会迎头而上 去解决 去坚持 轻言放弃 不是我们的本色 人生就该如此丰富 完美无瑕的人生是不存在的 那一点瑕疵 不是为了让我们放弃生活 而是在警示我们要好好生活 其实生活一直都是五彩斑斓的 天空依旧那么湛蓝 晚霞依旧那么美好 当自己不断怪罪命运不公的时候 也错失了许多的机会 学会了坚持 人生便成功了一半 另一半 请好好热爱自己 即使自己身处夹缝 也不要忘了太阳的方向 好 刚才分享的文章是 人生再艰难都要熬住 相信自己不会一直苦下去 这次大荷报生活 感谢收看